怎么知道自己得了智障呢,肛门周围骚扬,排便时有异物脱出感,同时可以摸到类似小疙瘩的东西。 有时肛门周围会搬有分泌物,内衣上常常有异味。 有些人在排便时会感觉很长时间,也排不出来。 排便后手指上带有血,颜色鲜红,排便时感觉肛门疼痛,不容易排出甜甜。 日常生活中,多吃这些食物,对痔疮很有好处。 二,韭菜,有新鲜饭血的作用,含有大量粗心味,因不易被胃肠消化吸收,会增加大便体积,促进肠蠕动,可防止便秘,平时可以多吃。 配合这个运动,可缓解痔疮症状,痔疮患者平时要怎么调理? 一,硬时要清淡,不要喝酒及吃辛辣刺激食物,这些都会诱发痔疮,而不去难消化的食物,因为会造成便秘,进而使痔疮加重。 三,避免长时间久坐,多活动一下,多参加一些体育锻炼的活动。 四,注意个人卫生,每次排便后,最好用温水冲洗,且要选用柔软的手指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放闻TTnews.xyz获取更多相关资讯。 再度过来,请订阅本频道,请订阅本频道,订阅本频道,更多相关资讯。